好 那大家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被音樂 我們自己來哼 吵吵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圍繞師的這個角度 好 狙擊一出來 那他就不需要丟 他就不需要丟了 他就可以前進了 前進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是是搶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仲格 虎視丹丹 虎視丹丹 他好像已經看到了 仲格已經看到了 他已經看到了 那個小雞 那個小雞剛剛OSP parl是丟歪了 不知道會是不是丟歪 啊 thunder 已經進家又進家了 我看的都好害怕 了好不好 欸 怎麼就亂號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剛到那個橋下 他 百八就沒有 完全可以打我的角度 那 你 那我想問就是 那你會追上去嗎 你會壓上去嗎 他不會追上去 因為我們不牌還在啊 喔喔喔喔 所以其實你剛剛有一點在誘 你就是讓他知道 我剛剛這個 超過分 因為他其實很難殺這麼進來吧 因為我也還會有前排一下 因為有些人他進去橋下以後 他就會想說追上去 可是是不是不應該追 看情況吧 你說卡這裡嗎 基本上他會卡著氣球 繞著這個走 但是你不會衝上去抓他 不會衝上去 因為一直很難上去 然後他也打不到我 他頂多聽得到水球的聲音 但是他看不到我在哪裡 所以真的其實是主要是誘敵 就是讓他覺得好像有了 我真的看到誘敗 好快好快 所以你反而如果是魚反而走那邊更快 走這裡還要再上 看不出的死角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沿這邊 一直不停的繞 然後等時機一點上去 看到他哪裡沒注意到你的時候 像他這個要蓄一點武器 你等他蓄完 打完這一發 就可以準備靠近他了 喔~~ 那就可以靠近他了 哇哇哇哇哇 超近超近 剛剛已經整個貼臉了欸 剛剛那個上去直接殺了 哇塞 那也是有風險啦 因為 你從 假設大家 因為這是對稱的場地嘛 對不對 所以你從 從這邊 掉到 這個 這個牆下 這個位置 嗯 到這個位置會蠻辛苦的 因為這邊到 到處都是眾人在飛 喔到處都是人 對對對一定是 會有很多垃圾 喔~~ 那 那 腔 虎魚有個優點就是 假設現在爆完魚之後 就是等 像我現在可以攀在這邊 喔如果他爆完的話 對對對你等 欸如果他爆完的話 這樣就可以抓到百八 喔~~ 欸他如果在上面的話 他不會看到這個位置啦 可是剛剛出洞的話他有看到 他有看到我直接 一直指揮 像百八有在玩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哪裡有多人 喔~~ 確實是確實是 那裡那個位置 蠻常會有那種 就是可能 前後排可能會在 橋上想要 打外面的人 可是在那個牆面上 會 沒注意到 然後一起來可能就 帶走了 喔~~ 然後 嗯 我看一下喔 其實我們這個武器 比較針對後排 如果今天像 像瑞塔玩 星夜 他在 他在這個區塊 一直跑來跑去 對不對 他會一直往上面 丟 其實我們在這裡 假設那整塊都是沙漠 我們這樣 要打他 打到他其實很困難 基本上不太可能 喔~~ 所以因為是 等於說就是 碳纖維滾銅的機動性 所以其實主抓後排 會方便 喔~~ 除非 我現在已經蹲在這邊了 然後他在你旁邊 然後剛好瑞塔從這邊 這個角度過去 你蹲的位置可能 要稍微死角一點 就是一些 平常不會補到的地方 喔 對對對 這個蠻重要的 要蹲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對對對 但是 現在場地有點 筆直阿 所以你要 你要 你要被那個 呃 被敵人找到其實很容易 喔~~ 像幸福的那個 魚壘阿 還是 狙擊牛神阿 喔對對對 現在來講 對於有引游的前線 蠻 不是那麼的吃香欸 很容易被抓到欸 那狙擊神阿 如果他神阿過來的話 我們也是 在這個原地 然後這樣跳一下 跳一下 喔~~ 我想說 蛤我以為會直接落跑 所以不會直接跑掉喔 呃 看 如果你被標到 就直接飛回家 那你如果沒有被標到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就是說 他開神阿他會 沒有防範 他會認為說 我附近就是沒有敵人 喔~~ 呵呵呵呵 那時候 我們會採取 往前 潛伏 進攻的模式 喔因為他會覺得是安心的 喔~~ 喔~~ 喔 sorry 沒事沒事 故意的吧 喔~~沒用阿 完了 瑞塔要會狙擊了 開發的心情 對啊怎麼意思 怎麼意思把奶爸殺死阿 根本就 我不知道 喔我跟你講最可怕就是這 我不知道阿 我就殺到人阿 我知道阿 我的準心就是那麼準阿 我也不是我被控制的阿 對啊 好誇張好誇張 我就這麼準我什麼辦法阿 呵呵 然後像隊友的大絕其實都會 開啟的時候你自己 聽久都會覺得他其實蠻大聲蠻響亮的 比如說 百八丟戰氣彈 對 他只要 隊友大絕一開 趕快一直往前 你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帶引遊 但是 他 還是有墨 尤其是高處看一定很明顯 對 高處看真的蠻明顯的 真的很明顯 所以 建議這樣 可以斷墨 就是 一點一點走 或者是 你現在看得到我的墨嗎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對啊你怎麼斷墨 欸對啊你怎麼斷 你怎麼斷中間這個墨的阿 阿你在哪裡 你對阿怎麼斷的 阿對阿 阿我知道我知道 阿就是不全油啦 就是一下油一下不全油 喔喔喔喔喔 欸阿我沒想過這個技巧欸 喔喔喔喔 誒 因為我們被看到 我看到 欸對阿 你甚麼時候繞一圈了 那這種 像你們在告訴看的時候 會看到 欸這裡有墨 但是你又不確定人在哪裡 你就會相擺八 他就會斷掉 直接射掉 那他射掉的話 我們就更有機會進攻 等一下 威力有穿引遊嗎 阿被揮我穿引遊 我以為自己看 可是還是很明顯欸 有一個引遊挑新的我看看 新的很明顯 新的會很明顯 短欸 它有斷欸 有斷欸 就跟那個 大家有看到嗎 就跟就很像那個虛線啦 就是有一點一點一點這樣子 你那個你鏡頭換成我擴百八 因為 欸欸不是啦 等一下我看一下百八 好我看百八 你叫百八看下面 好現在這一整條的 都是明顯的 很明顯 這個斷點很明顯 但是它的斷點就會變成是 有斷點的話 你就會變成是 你很難判斷它 那它到底有去哪裡了 到底去哪裡 對 對它游到哪裡去了 喔喔喔喔 就是 那我看到嗎 我看一下我可以把它突平 欸我可以可以 平了平了平了 現在平了現在平了 好好好 根本就是漫游啦 真的 等一下啦 就是有人在復仇 有人在復仇欸 呃 我就還故意拉黏腳 前排盡量不要 原位蹲點就是 一直都在移動 保持移動狀況 這個真的是要學習 因為像我也會不小心 太長在原點 就是真的被抓到了 就是好像真的 沒到幾秒你就要換一個位置 欸真的 哇賽 我剛剛以為 瑞莉會在那個直線的尾端 但他沒有 他已經換位置了 喔 完全不知道在哪裡 太扯了吧 這等於就是 要輕推啦 你要輕推 輕推就不會全優術 然後就不會有墨痕 哇 真的耶 因為我以前 我們以前只會學到說就是 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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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者還是會有墨痕 所以要輕推 然後可是我們沒有想到可以故意用墨痕來騙人 對對 沒想到要斷墨這件事情 還真的沒想過 這個長姿勢欸 真的真的 真的耶 好酷喔 而且真的 雖然大家都說現在隱憂 比較強勢嘛 就是比較看不到 但是其實 還是蠻明顯的 我覺得其實 就是高處看其實你會發現其實蠻明顯的 真的蠻明顯的 有個優勢就是 瑞塔你幫我狙擊這個方向 等一下喔 百八先幫我補這個地 這條 我打嗎 對你打你打 你先補地板 這樣Enough嗎 好OK然後 瑞塔狙擊 應該說應該說 應該是百八幫我射擊 就是 就是 因為百八會朝這個方向一直射擊 對不對 所以我 我 往前移動的話 我不是有陌痕嗎 對 是百八 一直持 持續射擊的狀況下 然後 他的子彈會把我的陌痕給蓋掉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然後就會不見了 然後你就不知道他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進來了沒 反而因為迪爾一直在補 對 所以你會不知道他 沒有發現的時候 對對對 所以其實是不是就是 對於就是 碳纖維滾同 應該要很常換位置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建議是很常換位置 尤其是地圖的最左側或最右側 橫向的喔 因為大家其實蠻喜歡蹲在中間的 譬如說瑞塔在這個位置 但是我也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一起死 就會很多譬如說種子飛過來 我們兩個其實都會受傷 不管是魚雷 不管是我會不要到還是不要到我 都很不利 所以盡量就是最左側或最右側 喔 你站在人家不太會丟的那個位置 就邊邊角角的那種 的位置要散開 可是如果對像 像譬如說對面狙擊很厲害 像我們剛剛上一場 對 就會比較沒有辦法 就會變 他會抓就對了 對 你會主動會變成 那個防守方 喔 呵呵呵 那進攻點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你可以散步一下 看一下地圖 可以哪裡走 像這種 墻下這個位置 喔 你就轉角處 喔 你就轉角處 呵呵呵 然後 就直接衝來這個位置 你不一定要去高台 你就衝來這個位置 有時候不一定有人發現 因為 白巴人下 後排的意識會認為說 他看到我過來了 但是 我沒有上去抓 他就不知道 所以他中間退 喔 對對對 我會 預設 他 會馬上來抓我 所以 對 我也會 因為 我就是那個去抓人 然後被抓掉的人 對 對 對 然後 你就不一定要上去 我就直接來 最後 最後這個位置 這樣 喔 對 然後等待 我就看 他還要打擊發完子彈 然後再往前 這樣 如果再不行 就是開 開發覺 像這次有配這個 終極發射 這個差很多欸 真的 終極發射真的很強欸 真的很強 就是 骯髒大炮 沒錯 隨便都可以打到人 哇 了解 那 大家有沒有想要看的圖 我們可以換別的圖 欸 那如果 那如果 像 屏幕魚 或是 剛剛 白巴說的那個 臭魚肝 啊 臭魚肝臭肝 那我們換臭魚肝好了 那我很好奇臭魚肝 因為 因為臭魚肝的圖 我知道臭魚肝 我知道 左邊下面 那個我覺得 輕滾走 那個位置真的很讚 但是 有選擇啦 可以選擇 喔 是不是很容易被發現啊 現在是不是已經很容易被發現 幫我跟百八配對好了 我們還是虛擬瑞巴老師的存在 怕 謝謝 所以我今天跟瑋莉講說 今天要 今天有百八 就是當你的那個 對對手 你要好好打他 然後他就說 我指名要 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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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巴老師需要再現啊 瑞巴老師 瑞巴老師 該站出來了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開場這個位置對不對 就是從這邊 往前走 這個場地有沒有 可以直接滾行下去 這樣 然後用這種方式 對嗎對不對 不補過 因為 像百八就一直往前 然後他在 現在百八的位置就一直開槍 一直補過 對 然後我就會到這個位置 等待敵人 這個位置真的超陰險 因為真的要發現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 我有走過幾次 我有用紅霜走過幾次 但我覺得不適合的原因 是因為我沒有一雀的功能 所以其實 走這個位置 你沒有辦法馬上殺死敵人 就不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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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巴老師 哎呦 可是 可是因為現在 大家都其實都知道 那個位置 所以我不太會走那邊 而且要看你的配置 如果今天是 像你配種葛 種葛相較起來 就會比對面拒絕好土 那我盡量就會走正面這樣 哦 而且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那個 場地的關係就是 那邊有一隻魚 跳下來其實還蠻明顯的 哦 那現在像這個場地 其實 你會看到有魚在空中 很明顯 就是如果念經知道 就是這是一個 前排會很常走的路 你就會看一下 然後就會很明顯看到 一個人跳下來 然後他離我的距離 其實算夠遠 例如說像 瑞塔剛剛站的那個位置 還有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嗯 就是如果有個清閣在那邊躲 很容易看到 更有可能會先發現我的前排隊友 那以這個圖來講 其實比較小 然後 是不是對於 這個 碳纖維滾桶來說是 比較不利的嗎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只是這個位置 你下來這個位置 比較不利 因為 比較少人會來到這個地方 哦 地方比較少人會過來 你等於說我的攻擊範圍只有這樣 我一看頭 我就死了 哦 哦 我一看頭我就死了 而且我打不死人 他們會 沒辦法移去 就是他們的掩體 哦對對對 哦 他們就這邊一直補 然後甚至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還不一定打得到 因為 盾場太高了 盾場太高了 這邊很高嗎 開場很高很高 有風險 那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其實還是 就是配合隊友 在這個圖上 來說 等待時機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 你可以走一次 你到這邊之後 發現有人要 關心這裡的時候 就趕快飛回家 關心 直接飛回家 所以 我覺得不管了 就直接飛回家 所以 怎麼講 不貪 不貪一定要殺很重要 就是生存嘛 生存還是很重要的 對生存比較重要 那 當然是配置 如果今天大家都 很塗 有兩把心葉 又有餓什麼的 當然是走正面最理想 哦 然後你一下 甚至也可以幫隊友找 找這個位置 你可以丟水球 哦 幫忙抓 你丟到人 最起碼可以抓到 看看有沒有人在這 看到人 他一定會撤退 你也不用跟他對槍 因為你 其實滾筒就是 低打高 會很強 哦 對對對 那高打低會 比較 比較難 哦 對對對 那 輕滾的斷叉 的這個打法 有什麼 限制嗎 其實我一直超級疑惑就是 用斷叉打 這件事情 就感覺很難 你剛剛沒有打到嗎 我 我有打到 但我覺得是賽到的 哈哈 你覺得是賽到的嗎 就是 應該說他的人已經露太多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打 可是他那種站比較遠的那種 就是比如說他站在角落的那種 那種我就會覺得很難 站在角落 就是比如說 就是他已經很厲害到說 他比如說 他不會 像4K就不會靠那邊 靠那麼近 他頂多 他4K可能會在這裡蓄氣 然後移動 剩個幾之後再往後退 所以你如果 可是這個很高 那他會 那他會有傷嗎 我很好奇欸 他會有傷嗎 他如果站後面一點的話 對打來 哪裡 你站後面一點 你站後面一點 後面一點 直接過世欸 哇 瑞瑪老師很禁責欸 合之有傷害直接送回老家 等一下 為什麼他直批是一雀嗎 是一雀 可是要蠻近的才行 要蠻近的才行 這麼近才有辦法 像 他如果站在後面一點 像他這個位置我就打不到 那會有傷嗎 喔 會有一點點傷 那個只有40喔 喔 只有40喔 只有40而已 所以非常的低 而且 你這麼一揮 就被發現了吧 對 直接被發現 懷孕在那裡太明顯了 這裡也沒有掩體 直接跑不掉 確實確實 喔 這個場地搶魚還是可以玩 因為基本上魚炮發射 就跟綜格發射的概念一樣 他只要一射 就是跟著炮往前走 喔喔喔喔喔喔喔 就當作掩護 對 如果魚炮很厲害的話 他不只 他射上面的時候 你就要補下面 補 你到位的時候 就是補牆下這樣 哼哼哼 然後 可以用水球補 不一定要 因為 用灰的都會被發現 對 喔喔喔喔喔 原來如此 大概是這種感覺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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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攻的話 應該講這樣子 我也以為會乾脆選擇不要打 不是像我 我的 這個地圖喔 我重格不行喔 我不打 我覺得 打到一段分數的話 你可以做參考 就是你的勝率可以作為參考 你說你用你這個武器然後打那個圖的勝率 你可以參考看看這個武器在這個圖的適應性好不好 對對對 像我打到2300 我的有些地圖真的是 太難打 對 就像你都認為說這裡都有牆 然後這裡我也可以輸出 對阿對阿 就是有些武器可能就會更適合 喔 更強勢 更強勢 對 比如說強塔的話 中滾就會特別強 喔 對 因為他直接從下面往上 他大範圍的傷害也夠 對 中滾就會 強塔的話 中滾就特別強 那強魚的話 對清雲來說會比較有優勢 因為可以貼很近嘛 那如果是搶地的話呢 搶地不要玩 因為沒辦法根本吐不起來對不對 對 搶地就不要玩就好了 喔 搶地不要玩 搶地真的太難了 搶地真的太難了 搶地的圖就是 對 我先 一個圈圈 這個是搶地的範圍對不對 對 對 那 大家所有人 都會站在這一條線上 然後只有你 所以只能在下面賭 對 我在下面 然後 我 我其實從 不管從這邊過去 或是從這裡過去 都會死 喔 因為射程 基本上射程就完全被鎖死了嘛 對對 完全就被鎖死 我一次有看日本的大神 也是打到三千分的 但是我 其實他沒有開直播 所以我不知道他怎麼玩的啦 喔 齁齁齁 但是我一般 我的參考的對象都是 蛤蜊跟 搶魚 會最高 對 蛤蜊跟虎魚會是最高的 確實 相對來講也比較會有潛伏的時間 跟機動性 對 對 那我們來講 防守的部分 好的 那如果假設今天大家都死了 你的後盤會不會在這個位置 我水球丟的位置 來做防守嘛 那 你也 盡量在高處 這時候就不要乘著墨往前衝了 喔 因為 對方的魚炮 會補的比你隊友更快很多很多 所以你在上面 像他們這個窄口 就是一直丟 喔 用水球 反過來了 一直K 所以不要想要游到前面去殺人 想說 我就是 如果是中滾的話 我覺得可以啦 但是 如果是輕滾的話 不建議 建議就在上面一直丟 那在上面丟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地圖很狹長 這邊其實 對方的狙擊要摸到你其實也很難 因為尤其下打上 對 而且魚炮也打不到 除非 然後對方的前排就會想要開路 對 那他過來換 就是可以從 上打下 來收 就是 因為這個位置他 就算是隱遊 你也會很明顯 嗯 對對對 因為看得到 對 然後等到 等到對方真的 你的大絕好了 就可以用魚炮把它換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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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老師是不是少打一下 來來來我幫你少打一下 比較好 進攻的移動是比較 比較笨的 就是他是比較單一型的 對 你會很容易發現 哼哼哼 對 對 準備對手往 對手 比如說到這個窄口之後 就是往 他以為也是一直撥墨 然後等 往我這邊砸 丟大絕這樣 嗯 就只能強制後退 嗯 那魚竟然的話 假設今天 假設四個人 敵人 或是三個敵人都在這邊 或剩兩個 你可以跳下去 一套收他也可以 哦 我懂我懂 敵人結束之後 你說這樣子說 上去 結果就爆炸了 對 自動爆炸 有有有 剛剛我們打機場的時候 我有這樣 我就直接在蹲 等他過來 就快結束的時候直接蹲 因為我一下去 我就算死 但我也一定可以殺死對方 那種感覺 有點像 上面 對對對 直接停魚 就是用最快的方式停魚 對對對 如果這邊都 都已經 像這邊有敵人 然後 這裡也有敵人的話 你也不要來這裡了 你就坐在上面就好了 哦 哈哈哈哈 你別想說我要 在這裡 還可以蹲 蹲不到哦 不行 因為魚炮一定會打 這邊 或是這邊 嗯 哦 你說就是打這兩邊 這兩條 就是你可能會想說你好像可以 一個人帶掉什麼 可是其實應該不太可能 對 就是四個人一起來 而且誰不知道那裡會躲人 的那種概念 而且這邊 對啊 假設你家的綜格 也想要這個位置 像白爸也會站這個位置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位置很吃香 你可以來 如果沒走桌裡的話也可以等 可以來這邊等 哦 你這邊打到 可是你現在那個位置 狙擊應該是打得到對不對 對 這個位置不會 哦真的假的 那位置不好啊 真的假的 瑞塔沒有看看 瑞塔沒有看看 沒有哪裡 不一定耶 玻璃後面 就是尾立的位置 尾立的位置 他太遠了 你左前 你左前有一個玻璃有沒有看到 哦 不行不行 打不到 哦 哦 哦 但是有人 他如果滾筒 出 但是你不能下去這裡哦 你下去這裡就回不來了哦 你就都回不來了 對對對 等一下我看一下白爸那邊 好像可以耶 可以可以可以 可是太刁鑽的 就是太緊 太難了吧 好像會有點難 激戰的話好像會不好 因為人是 因為是會移動的嘛 就是變成他如果在那邊去 然後但是他有一點 有一點在那個 然後可以走在那邊丟付武器 一般這個位置其實 對對對 別人來會比較好啦 別的武器來會比較好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要誘敵 你沒有幫他誘敵 你沒有幫他誘敵 所有人都在這個 這條線上的話 很容易被收掉 哦 對 就是還是要拆 還是要把他們拆開啦 不要讓他們變成是 四個都往同一個方向進攻 對對對 嗯 要拆 所以等於說其實如果遇到滾的話 就是 小心不要落單 這樣子 小心不要落單 你說我們遇到滾喔 還是滾 對啊 我們遇到滾 我個人感受就是 就是地板 就是地板 一整個復活 一直塗地這樣 一直丟一直塗地 對 然後把他小心沒滴墨 沒滴墨都可以殺了你這樣 真的真的 我覺得那種小墨超可怕的 他就是還有可能會在裡面 我們可以躲啊 他這個旁邊一小點這個 真的 就是被 在旁邊那個 要來找我們瑋莉 瑋莉在哪裡 Where is瑋莉 對對對 如果今天 如果對方都很衝 完全沒有就是 他們的心業啊 還是 徒弟的角色 沒有一直在補地的話 沒有認真的補地的話 那 我真的就是一直 就會蹲 蹲在這邊 蹲奇怪的點 對 喔 會打 像這個都可以蹲 哇 好小一滴喔 大家就比較不會在意這個 這個真的很 這個大小真的不太會抓欸 對 那種小墨真的不會抓 尤其右錢 對對這塊 哇這塊這塊 就是這塊 喔這塊很賤欸 超小超小 這個很賤欸 超小 這個真的不會發現欸 假設對方都剩一個好了 然後我們隊友有三個在加那個人 當然我就一直往前衝 等對方還沒附我的狀況下 趕快 看到 能帶幾個就帶幾個 或是來到這個點 太可怕了吧那個 而且我們 而且你不能補地喔 我不能這樣一直把全部補乾淨 喔喔喔喔喔 我懂我懂喔喔喔喔 就補乾淨了就沒發現了 所以很多大佬其實都不補地 他就是為了要讓你 不發現那裡有什麼奇怪的地方欸 對對對 喔喔喔 這太難了吧 這點墨都可以往前走 或是這個風暴的 哇這個太小了 這個太小了 這個好幾小的欸 太扯了吧 屁勒 太小了太小了 這裡不是暴風傷害的 對 這是暴風傷害的那個點欸 哇這個太誇張了 超級小 這個非常的 瑞塔是發現新世界嗎 看成這個樣子 不覺得家裡有人啊 就真的不覺得家裡有人 對你就會覺得不覺得家裡有人 所以 所以真的真的 真的你真的是看到出門喔 死掉復活 真的是先塗一下 就是反正也不換多少時間嘛 這個真的只能一直記生存狀況 還有看燈號欸 對 對 小紅豆也能躲 猜他有沒有 再躲人 對對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欸 就是一些小 小Mega啦 哇好誇張喔 好可怕喔 哇真的好可怕 太扯了吧 嚇死我了 難怪一直被拍死齁 對啊難怪一直被拍死 難怪BTSD 好像這個 就不會被看到 連地圖上都看不到這顆墨 因為他是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因為我左右兩邊都被補開了嘛 那這個就是牆 可是那個劍 那個劍出來的墨會很明顯嗎 還蠻明顯的 看瑞塔 你要點暗 好啦可是 沒有啦 應該是瑞塔不能在那個位子 應該說這個山還沒起來啦 山如果起來的話 這個不值得看不到 喔你說如果山起來的話 可是沒有啊 山起來的話你就看不到 山起來你就看不到 是因為這個山門又起來 不然你可以去 前面那個啊 對啊他如果是在前面那個就可以了啊 這個啊 喔這個一定看不到這個大小 這麼大小 一定是躲在上面 喔這個一定看不到 甚至你在上面其實大家都不會打這裡 欸真的大家都不會打在上面 真的 對有很多那種方塊的上面啊 我都超推薦大家去那裡 因為那個不是大家品嘗會想得到的地方 小方塊啦 對對對 對 尤其可以站著 可以毀磨到小方塊 對你怎麼會覺得上面會有人 但上面就是會有人 好賤喔 走不去 這什麼劍拔拉武器 劍拔拉武器 沒有沒有吧 他 瑞利剛剛走的這一點 跟這個武器沒有關係啊 跟這個武器沒有關係 所以是瑞利劍拔拉 我滿喜歡 我滿喜歡 我滿喜歡亂丟 亂丟副武器的 的隊友 他一定會從 通常 亂丟亂拋 那上面就會有人捕不乾淨 我就有機會摸上去這樣 喔~~~ 他製造...幫你製造那個 如何配合你的清閣隊友 清閣隊友 你說就是...等於說他又有一個... 他就會變成有一個亂術的墨 然後他就可以躲在那個地方了 然後因為大家就會覺得那個是飯糰炸出來的 就是正常的一些暴風範圍之類的 就是用點...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 然後連去對面家裡這種感覺 哇那真的要... 太久沒殺對他了 欸欸 這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授課這種東西就是... 還是多少還是會有一點那個... 大家可能會有點小... 所以還是要來一點娛樂 還是要來一點娛樂的... 對對對 喔~~~ 所以斷差不要... 斷差地方不要待然後... 多遠一點 應該是說你知道有清滾你就要小心了 的意思 對對對 有中滾有清滾就要小心 對 斷差一定不會站在這個地方 喔我真的不會站的 他一定會續好續滿 在後面續 在後面等啊 就是... 因為後來... 掩體... 我不知道這一代怎樣 可是上一代掩體很容易破圖 就是我的槍管... 如果前面的牆壁太多的話... 對很容易穿出去 所以... 綜格... 綜格一開始... 我以前的習慣是會貼著掩體... 去... 這樣子我出去的時候可以發揮最大的射程嗎 喔~~~ 可是其實我後來不會 我後來會離掩體一段距離 我會... 因為太明顯了 對我會犧牲一點距離換安全性 然後有時候在跑圖的時候會... 檢查... 因為真的會有一些牆壁特別薄 然後會去檢查那個... 會不會破圖 例如說我... 現在SP有嘛 對 我SP的那個特效其實很容易穿過牆壁 對 然後就會被發現 對 這個是真的 真的要離牆壁有一點距離 你SP... 你SP集好以後你的姿勢其實會改變 那個... 做那個強塔的時候 你如果是... 你還沒集滿SP 你站在塔柱中間是不會被打到的 可是你SP集滿站在中間是會被打到的 因為他的姿勢改變了 對對對 因為你的姿勢會從有點... 站好就變成... 他變傾斜 想要往前衝的... 的狀態 沒錯沒錯 然後會破圖就會被發現 然後綜格4K就是... 雖然是一個大家都知道你在哪裡的武器 可是有時候你是... 你要隱藏位置跟... 有點像剛剛那個... 隱藏的那個點點一樣的 我有時候要用... 我在這裡 然後但是... 讓對面以為我在這裡 然後但是我偷偷換去另外一邊 距離 哦... 哈哈哈哈 也是一種誘敵嘛 對不對 對對對 輕滾跟後排的心理戰術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 概念其實有點一樣 反正就是我騙你 你騙我然後看誰會騙這樣 然後像百八這個位置 我就是... 不建議出手攻擊 因為... 像你剛剛站的位置 我沒辦法秒掉你 你就... 不建議出手攻擊 你沒有辦法確定殺掉他 你打牠 反而被發現 那就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對 就沒有用,欸 哦... 齁齁齁齁齁齁齁 這時候頂多喔 恩... 就丟...丟 열� equation 然後移動 掉 doubles mìnhz把他騙出來X2 把他騙出來X2 把他的續力aze 把他的蓄力用掉 對 哦...把他蓄力用掉 哦... 因為這樣你才有肌肉 哦,你要創造出你的優勢 哦... 他還要補地 還要躲 反而 揮這一下 風險會比較大 喔~~ 我也覺得 就是揮一下跟水球 我會比較爬水球 而且水球補地的範圍太大了 我會比揮一下更難逃 而且 我這樣揮 他就知道我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我這樣丟 他有時候看前方 他聽到水球的聲音 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哪裡 對對對 他可能要整個出來打一波 然後找你 但那個時候你的機會就變更大了 因為水球不是本體阿 可是青鬼會 就一定是本體 對對對 沒錯 沒錯 喔~~ 對 還是有 可是青鬼還是有風險 就是 假設今天對對手補地的速度 非常之快 嗯 你真的會比較難做 還是就變超難打 喔~~ 真的 你一揮 你就是 就跟 原形畢露 對 原形畢露 沒錯沒錯沒錯 這種講法沒有錯 對 真的就是等死這樣 喔~~ 那終極防身 呃 很強 真的很強 不得不說 對 對 應該大家都用過吧 嗯 這個應該大家都用過了 我用過了 但我覺得要習慣 要習慣一下他的彈道 跟他的攻擊 他打不到嗎 他蠻多應該會打不到的 假設這個海綿是敵人好了 嗯 那如果今天敵人在你前方 好 敵人在你前方 你就往 更低一點 幾乎是低頭的方式射擊 喔 反而往低一點 喔~~ 再一次再一次 喔~~ 他要擠 我現在不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可不可以詮釋 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懂你意思 我懂你意思 就是 你原本想要 瞄準在他身上的那個位置 你反而把他整個往下 因為他其實是有一點 拋物線 他會稍微往上 所以你想要打他 你就要再更往你的腳下打 你會比較有機會 可以直接直擊他 就是你要打你的周遭 你最多 最多打到這個 這個 我站這裡的話 最多打到這個海綿 海綿的半徑這樣 喔~~ 對 半徑 然後 就是 基本上是最低頭的方式了啦 嗯~~ 他可能什麼都會集中在這個海綿的周遭 瑞巴老師 瑞巴老師 欸 來了來了 瑞巴來了 就是要示範一下 終極發射的一百種石化啊 一百種石化啊 我其實有點聽不太懂 近距離嘛 近距離嘛 來來來 瑞塔 瑞塔站好 來瑞巴老師 近距離了 如果是前排 他已經到我這個位置了 嗯 那 你的頭要很低 現在看到我的頭吧 這樣看著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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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視野 視野都有 這個是水球自己的這樣 對 喔喔 OK 然後 這個是 火箭筒的 這裡 喔~~ 哇 那真的是腳下欸 超腳下的 來來 發一發發 哇塞 真的欸 難怪之前 鳥人都打不到 因為你都會跳啊 就叫你不要跳啊 不是不是 是要打低一點 是要打低一點 對 那你又跳啊 我懂你意思 你跳 可是差不多 差不多也是那個位置 就是已經很低了 喔~~ 你 因為他已經衝往前面了 他 頂多 再靠近你擊殺你 那如果 沒辦法的話 你就是要 直接打你 周遭其實 相對 對你來說會比較安全 嗯~~ 嗯~~ 這個是 遠距的取色 應該會蠻 蠻簡單的 嗯 像 瑞巴老師幫我一下 瑞巴老師 瑞巴老師 幫我到 你的狙擊的位置 幫我到這個位置 哪裡 上面嗎 上面上面 上面 瑞巴老師 瑞巴老師 來了來了啦 來了啦 叫叫叫 欸 像一般 如果 假設在這邊 有大絕之後 他其實 有 遠距的話 有點取色的方式 所以 他會直接 如果轟上來的話 會 這一整排都轟到 喔~~ 這個一整個位置 喔~~ 對 那如果 他今天是 嗯 我想一下喔 這好像沒有適合場地 所以沒關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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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 等 瑞巴老師在那個位置 然後 假設我在這個位置的話 不建議 不建議 這樣發射 喔 不建議喔 對 因為你這裡還有一個岩體 如果你可以過來 這個位置的話會更好 喔 你不會被狙到嘛 打一整排 喔~~ 喔~~ 整排這樣 喔~~ 還是要發的時候 還是想到可以自保這樣 對 你如果 只發這邊的話 可能只能打到這邊 那如果假設今天這邊 佔兩個人 你可能只能打到其中一個 喔 地圖的位置 喔 因為 就是敵人佔的習慣性 可以打三隻就不打一隻這樣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 也可以去打打把試試看 尤其是 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他其實有點 他的RP 他的中級發射有點上揚的感覺 對 所以 你要從 這個位置 打到 這個位置的話 會非常 很難 很難吧 對啊 他都會打遠啊 對 他會打遠 你這個要去打把練習 就從 他那邊不是有高處嗎 可以去練習一下 習慣一下 喔~~ 了解了解 他都可以擊中 因為這是你最強的 大絕 喔~~ 真的欸 喔~~ 真的欸 都會打遠 會打偏 如果像 你沒有用的話 你可能第一發就打在這裡了 喔對對對對對 你會打到這邊 因為他的準心要再更低一點 喔~~ 要把那個後座力的感覺 刪進去 對對對 嘿嘿 對吧 是 殺人 殺人很疑惑嗎 這樣子等一下便當只能拿菜飯喔 對啊 不是我根本都擺包在那邊 我講好久了喔 可以了吧 今天就可以留吧 應該也沒有什麼了 好 好可以 雖然說我們有看到這個 有觀眾希望可以看筆木魚 但沒有關係 我們之後還有機會 再邀請 威力老師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私房 私房體驗一下 對對對 私房體驗一下 我覺得之後也可以有這種就是 完整的 就是對戰的 變成說你實戰裡面 然後他就可以講 他就會更好講 因為你是真的直接打起來 這樣就會更好講 可以的可以的 好耶 我被人騎 我被人騎 私房 你說私房 然後就是 欸 沒有 因為你真的 你真的有試試 比如說你講好 我們比如說 就想找好人嘛 你真的好 要開戰的時候 這樣子威力會更好講解 比如說現在在對戰狀況 比如說剛剛這一輪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因為變成散步模式 你就可以這樣做這件事情 那就會差很多了 等一下你是說 威力然後攻擊所有人嗎 不是就是 他要示範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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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講什麼東西 哇 真的是齁 你是怕 你已經PTSD了嗎 剛剛已經被打瘋了是不是 有一點啦 現在腦袋有點不太正常 好啦 感謝這個 威力感謝 感謝瑞塔 感謝感謝 感謝兩位 感謝三位 關鍵食無法拍照 好好好 感謝感謝 欸不錯 獲益良多欸大家 獲益良多欸 真的 對我覺得每一個 每一個老華芝 都會有他自己的一些美感 我覺得這個 真的很不錯 對聽到這個真的很不錯 江湖一點絕 真的 錯過了之前 麥康本想問一個問題 來請問請問 來最後給你問一個問題 請說 下一集樂透開幾號 這個可能要問百八老師 來三 六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九 三七 九九 有九九嗎 九九 沒有那麼多吧 通常你會怎麼選擇移動策略 怎樣移動策略 你是說進攻嗎 應該是進攻吧 我猜 少看起來嫩的人打 有 有 有 這個有 利盧瑞塔 我記得這個有 水球跟直批的抉擇 移動策略跟水球還有直批的抉擇 這個我剛剛也很困惑欸 我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馬上快速的就是水球直批 水球 橫批 還是橫批水球 水球 對對對我剛剛其實整個就是很慌亂 我覺得我可以示範一次 你水球直批你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我覺得應該辦得到 水球直批 這樣嗎 你可以再往後兩格半 你說這樣 兩格半的距離 這樣有嗎 你是有退出房間的嗎 我退出房間沒有他看我直播了 哇哇其實蠻遠的欸 對對對 哇塞其實很遠欸 什麼意思我看 就是其實已經快要跟 可能比若伊還遠了喔 太遠了 好遠喔 跟吾爾一樣 太扯了吧 哇塞其實很遠欸 你到兩個的話就可以 100%的擊殺 喔 所以變成是說 當你今天水球橫批 可能就是貼很近的時候 而且你把水球丟偏 然後直批 他也是100% 喔 欸其實不用很近欸 我以為要貼很近 我也以為要很近欸 對然後他的準性 就像洛洛的畫面一樣 他會偏高 那這個就是 長時間的打靶練習 你要知道你的 你說 喔 喔 準性 偏高 他的那個箭頭 對對對 所以其實是不是要稍微有點往下 你現在變成花枝型態 然後跳 他總共會有 超高的 他會有三個箭頭 他盡量把三個箭頭 都疊在那個靶上面 他就會造成最大的傷害 這太難念了吧 喔 喔 喔原來喔 哇好高喔 比清滾 滾 滾 滾磚的 滾磚有點低頭組的概念 喔真的我沒想過 因為水槍是要有一點抬頭組 你的射程才會是最遠的 對 是 喔 哇這個真的是 哇不知道欸 喔難怪 喔難怪我每次都會覺得 他的傷害沒有打滿的感覺 可能就是因為太高 用水槍使罐了 可是沒有意思 喔 是因為 二代有主武強化 這代沒有 其實他 棍子的攻擊力下降了 所以就變成說你要 更精準一點了對不對 對 你要變得更精準 有時候打偏都不會打死人 尤其是你 近距離橫拍 你橫拍其實只有 一百滴 對橫拍只有一百 對 是半格內才有一百滴喔 一格內還沒有 欸真的沒有欸 所以一般都會是 他鐵人會先 近的話 水球加橫拍 同時下 對對對 因為至少會超過一百 這樣才穩喔 對 建議水球加橫拍 如果遇到了 滾 被他丟了水球 就要先死 就要趕快跑嗎 對就趕快跑 你真的要趕快跑 因為他要抓你太容易了 下一秒就是他就要來 呃 後排 後排跑不太掉 但是你如果是 心野的話 一定要雷神步 離開 對啊 那個位置 所以我真的是 昨天看了一個大佬他說 他說像遇到像是心滾這種 太心滾滾這種 重點是趕他 不是要殺他 因為他機動性太強 你太難說真的是 殺殺 你不要想要殺他 你趕他就好了 就把他地搶走 然後把他趕走 之類的 但他們要早靠近就好了 對對對 因為你要殺他太困難了 你要是 欸沒有 只要一個不準 你就是被他殺掉 原來 對 所以就一直都不要跟他 就是硬 你不要跟他硬鬥 因為沒有好處啊 是 可是如果到了比較 後面的話 有時候你丟水球 這個聲音敵人會 會知道你在哪裡 到後面你說高端場 高端場的話 你連丟水球 敵人都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 哇好扯喔 眼可能連丟都不能丟 我可能丟了之後 我還要跑走這樣 我還不能進攻 要換位置 終極發射真的要低頭欸 差很多欸 終極發射真的要低頭 低頭就打到了 你說眼前的嗎 我現在好像是 SP到底是怎麼用 然後終極發射 如果你不帶隊伍的話 真的欸 螃蟹兩下 可以收掉 戰氣一下 戰氣彈兩下 這樣 不帶隊伍的狀況下 不帶隊伍的狀況下 直劈兩下喔 沒有沒有 那個 中極發射 中極發射 那如果帶隊伍的話一下嗎 帶隊伍的話 戰氣彈第二下 他會直接死掉 沒有沒有 戰氣彈一下就會死掉 完全直擊一下就會死掉 真的假的 如果三發剛好 對他其實三發 傷害是分開的 如果三發完全擊中的話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會被一發 中極發射直擊會帶走欸 一發就帶走 對啊 我自己有被一發帶走過欸 還是你那時候有傷啊 如果你有傷一起的話 一發有可能會死 有可能是我本來有傷 有可能 對你可能本來有傷啊 很有可能 喔長知識 喔長知識欸 好 雖然有看到這個 有這個 同學在問請教滾筒的力回 那力回呢 因為他 我覺得你要看到畫面 你會更清楚知道 這個我們留在下一次 好不好 沒錯 沒錯 好的 感謝威力老師 沒錯 感謝感謝 辛苦了 我們剛剛玩的片段 給他 給他大家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你說吧 對對對 對對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回放 我看一下 回放 對對對對對 這個應該 啊 我看一下喔 現在沒有退出沒辦法按吧 對對對 對對對 解散了 解散了 我再找給你們看一下 看哪一場有稍微 避回到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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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再分享給大家 好的 沒錯 感謝威力老師 感謝威力老師 謝謝 謝謝我們再約 感謝 謝謝阿塔 謝謝百八 謝謝 晚安 晚安 拜拜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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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